今年跟台語發展跟台南談提通 曾經的異動因爽模 台語發展跟不夠露球 跟國結局的安全性 也開始所提供的處事 政府要跟法會推圖全國的路線性 第二下就提供 把千元運給路線強補儲 不過就民間團體處針對的 建國改民主來訪問調查 早發言到 就其上下改民主 而地國就補儲後續牆 但會四十八分四年十七個民主 因為市場改民主要做建議 專家學習除了富士民主 會都了解市場台改民主 結局跟安全性情緒 只負責情侶 會都先討 路部改民主要進出 韓國會提供建議部署 會入侯市場 台南臺體統初生 整個月關台流 萬一下 所謂的規定從 路部統部結局的 安全性問題速度重視 不過只有民間基金比例的調查 台灣請三三某多的民眾 不會所有系列安全 因為市場沒有要做路部欠儉 北北基還有離島地區 宜花東的民眾 他的擔心的比例越高 然後住的房子如果三十年四十年以上 他擔心的比例也是越高 那路部欠儉的費用 對市場的基本檢查 都三萬人的全頭品幅都有 不過調查報告當中 還要發現 除了七三的民眾 不在路部欠儉政府 有補出百千元 轉到福祉 服役政府 為民眾了解路部欠儉的創意 可以提供欠儉的創意 雅哈台灣超過三十年 的路部欠儉都有三百七十萬夫 天洋同修正度有必要 轉到合長英明民眾 單單對路部欠儉的了解和不辣 除了政府會衝刺 英文民眾 還會對市場黑力 完全會看關心 學家新聞 龐憲林君勇 特別報告